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没有什么新话题了 看了看新闻还是那些老话题 老话题的话我们先说说关于疫苗这个事情吧 疫苗这个事情是前两天我们说过一次 就是台湾他突然说我们有11.7万只疫苗到货了 然后准备开始试打 当时这个信息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觉得很多的信息不透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AZ他说到的是AZ疫苗 AZ疫苗是英国的 那好 那作为台湾他这个AZ疫苗 他是透过谁买来的 当时不知道 这个运到了 这个空运这个始发站 是从哪个国家运过来的 当时也不知道 也没人说不说 所以当时我们的判断呢 就是有两个不可能 第一个不太可能台湾和这个AZ厂家直接签约 而绕过了东南亚地区的那个总代理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厂家也不会跟你签约的 第二呢 这个是从欧洲运过来的吗 因为当时欧洲他们自己有一个就是建议 建议呢 这个欧洲的疫苗先保证我们欧洲的人自己打 尽量不要出去 尽量 那当然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 他们一定也有一定量的比例 这些比例呢可能会给他们的在亚洲的代理 或者非洲代理 这也有可能 但是原则上呢 应该先优先保证欧洲内部的老百姓去施打这个疫苗 所以因为这两个信息当时不清楚呢 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就先放下了 当时我们就说怀疑这个疫苗从哪来的呀 你先说 好 这两天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信息 不多 虽然信息不是很多 但是信息看到了这个疫苗呢是从韩国 是说从韩国过来的 哦 那这个还能接受 就是从韩国过来可以接受 但是从韩国过来 那这有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 那这个疫苗是从欧洲先运到了韩国 然后再转运到台湾 还是这个疫苗本身就是韩国的AZ厂生产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 AZ在韩国有没有厂现在这个信息 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说 韩国在之前他们已经施打了AZ疫苗了 大部分OK 但是确实也出现了个别的案例 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年龄比较偏大一些 50岁60岁左右的人这样的人有问题 然后韩国呢就看报道应该是停止了 暂停施打AZ了 因为这个出现问题以后呢 他要找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打了这个疫苗他死亡了 还是说他本来就有一个疾病就要死了 这个要搞清楚 否则的话呢大家就非常的恐慌 说我刚打完疫苗我就死了 那什么原因呢 这个话题呢 其实在欧洲那边也出现过 出现过以后呢大家都把它就是说先压下来 先不要简单的判断这个是打疫苗导致了死亡 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但是这个死亡的不管在欧洲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死亡的这些人来说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呢年龄比较偏高 也就是说当年龄比较偏高 同时呢他的身体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本身就存在的疾病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打了这个疫苗以后 这样的人群的死亡率或者说出事故的比率比较高 那也就是说我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了 如果这个人这个疫苗是打给一个健康的人 他没事 我们说打给一个不健康的人就有可能有事 因为疫苗也是一种菌呢也是一种细菌也好毒菌也好毒也好 反正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就像 它是一个要到你身体之后 要开始渗透到你的整个的身体里面去的 是这么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你得感冒了 你不是被传染了吗 传染了以后你开始感冒发烧 在你身体内部呢形成了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就是你的身体抵抗不了了 他就发病了 这个疫苗打进去其实也是这玩意儿 它也是跟你身体里面产生反应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全世界各地呢都出现了一些关于疫苗施打之后 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也好 死亡也好 这些大家都在分析 在认证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是你让他把它决然的给分开 他也说这个就是跟疫苗有关 还是疫苗无关 这个已经很困难了 因为它是一种生物反应 一种化学反应 跑到你身体内部之后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抵抗力情况 你的内部的细胞血液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特别准确的定义说 这个就是怎么怎么着 所以韩国临时就停止了施打疫苗 AZ 报道说呢他们又进口了一个其他品牌的 我们就不管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了 反正是其他品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韩国就把这批11.7万只的AZ疫苗呢 就运给台湾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可是到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 这个多少钱买的 又不说 到底这个疫苗是不是还有效 也不说 为什么我说有效呢 这个疫苗要在多少温度以下保存 零下多少多少度要保存 在这段时间 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它运到了韩国什么时候 在韩国是不是按照这个严格的要求去保存 以及上飞机这整个的一切一些过程 是不是都是标准的保证那个温度 这个东西现在完全都不知道 这么多信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老百姓呢就很茫然 我看了看网页下边有朋友留言不打 打得多还是不打得多 还是不打得多 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个网络民调 不确定 只要他老百姓不确定 他就不打 他就不想打 至少他没有那种愿望要去打 多数80%以上都说不 不打 那我们看看台湾这11.7万只疫苗 运到台湾以后到现在 其实蔡厄厄先打 陈世忠先打 苏贞昌先打 让他们三个人先打完以后 看看他们两个星期之内有什么反应没有 还得真得打 别打一假真 打一个葡萄糖进去以后 假装的做一个秀 不行 真的打 看看他怎么样 到现在看来呢 蔡不打 陈世忠不打 苏贞昌不打 那他们都不打 把这东西让老百姓打 老百姓没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有想法 有一些医务人员现在就有想法了 觉得这行吗 这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由于信息不公开 不透明 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 一帮贼 一帮贼在做生意 你认为贼能把好东西给你吗 如果这东西真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先拿走了 对吗 贼嘛 偷 小偷什么 他进的屋子里边在偷那个最值钱的东西 他把那最贵的东西偷走了 破的桌衣板垫他不要 他都给你了 这就是贼 所以这帮贼不打的话 你看看让老百姓去打 这行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还是要再跟进一下 这个信息到底看一看 因为这个疫苗这玩意儿啊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药啊 它真的是一种菌呢 是一种说简单的 以毒攻毒的一种毒 用这个毒去攻掉那个毒 用这个毒去预防那个毒 就是这种原理 老百姓 99%的老百姓 在这个地球上是都搞不懂的 这个话题呢 其实让我引出来这个新的想法 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什么意思呢 将来这些个别的人 少数的人 他可能能把人类给毁灭掉 或者把人类给控制起来 我有这么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这个事情 引出来的 怎么讲呢 你比方说在台湾前不久 大家都有人说这个叫疫苗护照 这个词呢是从以色列出来的 他们说疫苗护照 就是说我到你的餐馆来吃饭 你来进我餐馆吃饭 你有没有疫苗护照 你要疫苗护照我让你进来 没有疫苗护照我帮你进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所谓疫苗护照就是说 你已经被施打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你体内了 至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其实到现在没人知道 比方说这是一个好人 他完全没有得病 他被这个大气候这个烘托呢 他觉得我要为了将来不得病 我要打这个东西 就可以不得病 那谁证明了你打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将来就不得病 这个有科学实验吗 没有不可能有 因为这个时间太短太短了 好如果这个不可能有的话 如果有一天 他们要改造的人类 你要来我这个地方上班 你要进入我这个国家 你必须去把施打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好如果这个施打这个东西 是那些贼所控制的 是那些小偷所控制的 是那些不诚实的人 撒谎的人所控制的一个东西 这些撒谎的人 他们自己身上不要 他要往你体内打进去 如果这打进去的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而你并不知道吗 因为他高科技太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将导致了什么呢 他可以把整个这个国家人 全部变成傻子 瞬间把你变成傻子 等你反应过来以后 你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很可怕啊 这个事情 这个生物东西啊 非常难以控制的 难以琢磨的 而现在呢 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世界 大国所谓的民主大国 他诚实吗 不诚实 如果他不诚实了 他们生产出来东西 你敢吃吗 这个话题呢 就是也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呢 在北美 在台湾 在中国 特别盛行那个传销 传销什么东西呢 传销一个叫健康食品 这个健康食品呢 最初是小玩儿 一玩儿一玩儿的 胶囊颗粒粒的 后来又是那个液体喝的 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周围有相当的一伯人 他们在拼命的传销 说喝完了以后啊 特别好 我记得有一次啊 也是有一个大陆人 那天呢 非要让我去他们家吃饭 我说吃什么饭呢 没事吃什么饭呢 哎 他一定要听我去吃饭 他说哎呀 我有好事跟你说 我当时因为以前 也是我一个客户 我就去他们家了 到他们家呢 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位 说哎 这位是某某某某总裁 什么总裁呢 他有一个生物公司 生物公司 我说哦 生物公司 我说你生产什么的 一种健康食品 一瓶啊 就像我们那个小的 这个可乐瓶那么大 这个一瓶 这一瓶健康食品 他说你喝下去 马上就精神缓发 而且轰光满面 我说真的是这样 请我吃饭 那个人呢 他说我作证 我就喝 他就已经喝了 他在喝呢 然后当着我的面 趴一撕开 哭哭喝下去了 哇 好了我问他 我说你这一瓶 这个东西 要卖多少钱呢 他说109美金 哇 我说109美金呢 可贵 他说这个好啊 非常好啊 几个人呢 就做我的工作 你就喝了吧 今天你这瓶免费 你喝完以后 保证你精神焕发 满面洪光 我就在那就笑 我说这个东西 我没有那个口服 我们喝一瓶可乐呢 也就是1$ 我还从来没有喝这么一罐 100美金的东西呢 喝不起 我说这个 我们嘴比较平民化 没有那么高贵 我始终就没喝 然后呢 他就开始拿了一个 碰碰的 那个电脑啊 给我讲解 说这个配方呢 来自美国 美国的某某的生物工程师 这个叫什么 叫宇宙什么什么实验室 太空什么什么实验室 哎呀 这个实验室都是 人造卫星上天 登月 这个宇航员 都是从这个实验室里边 研制出来的食品 供给他们的 所以这是世界 顶尖的实验室 还有个名字 什么 道格拉斯乌拉瓦拉 某个大队 英文名字 我看到我就笑 我说 你去过这个实验室吗 都说那我没去过 但是呢 这个我相信 你看 挡着我的面 挡着喝了一瓶 我说 再好的实验室 如果真的 有这东西的话 我相信 不会给你的 人家自己先喝了 我说这个 美国总统还不先喝了 还轮到你喝 人家 进水楼台 难道美国总统 不想再活五百年 他们就是 哎呀 把那兔沫心的猛剑 给我做工作呀 几个人围在前面 后面 一通说 把所有的宣传资料 都我看完了 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 放在边上 我说那个 非常感谢你们的晚餐 我也吃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 我不喝 以后再说吧 我希望你们能够保重 然后他那个女儿啊 也出来说 哎呀 那个陈老师啊 我喝完以后 以前我上课呀 我半夜两点啊 我就不行了 现在呢 我喝了东西以后 我一夜都在看书 我整夜没睡觉 我都在看书 我都能看得下去 特别好 我说 当然了 当然了 我说 你知道 职业运动员吗 因为我以前是职业运动员嘛 年轻的时候 我说职业运动员 在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东西是进的 就是那个兴奋剂 那个东西是禁止运动员吃的 但是在民间确实有 运动员呢 在比赛前 吃一点那个兴奋剂 那真出成绩 那真的是好 不一样的 就好比你这个发动机里边啊 本来正常燃烧 突然往里 滋了一股这个助燃剂 砰的一下 那个功率啊 瞬间放大 这个东西都不新鲜了 多少年下来 过去历史上都是运动员吃兴奋剂 当最后查出来尿剪 剪出来以后呢 就把你那个金牌给你取消了 太多的案例了 在运动员这个圈子里边 我说你随便给你喝点东西 让你一晚上不困 这个很简单啊 根本不需要什么宇宙航空实验室 什么太空实验室去研制啊 咋就有啊 完了 我就没吃 我没喝点东西走了 第二天呢 我就请教了一个 我认识一个朋友 这个人呢 是学医药啊 是那个药学院毕业的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我要想配置一种东西 达到兴奋剂这样的一个标准 一天一夜都不困 你能配出来吗 他说能 他说你要什么样的效果 我都能给你配出来 他说你里边放什么东西 他说就是放兴奋剂 那还假的一样嘛 把它变换成一种形式嘛 对吧 所以后来他们呢就把这个药啊 他们真的去推到大陆去了 听他们介绍啊 到大陆以后呢 推给那些官僚们都反映说 一喝以后 哎呀 那一星期那一周之内精神特别好 但是这种事情呢 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一个月以后就完蛋了 就下去了 这种短期之内的对你人的大脑神经 以及体能进行一个刺激 这个其实他们做得到 现在就做得到 但是这是不是保健品 是不是健康食品 这个我认为到现在我应该还是打问号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过N多次加工以后呢 变成了一个药丸 变成了一个胶囊 或者说变成了一个汤剂 你喝下去 你完全不知道什么东西 再给你配点那个苹果酸啊 柠檬酸啊 你很容易就下口了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 但是它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对你人体 长期是有益的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知道 短期之内 是可以让你突然的兴奋一段时间的 这个能做到 但是长期吃了这个东西以后 是不是真的对人体就好 我觉得这个 这依然属于生物工程里边的一个学科 是应该去研究的 而我本人坚持理念就是 蔬菜水果 简单的食品 这个营养对我们人体 其实是够 你不缺 而 让某些机构 把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给它高温 浓缩 变成了一个什么 化工制品 化学制品 或者是叫 他们叫营养品 我不认为它是营养品 我认为它是一个化工制品 塞蛋的肚子里边 是不是像它吃的一个药 对吗 当这个药进去以后呢 可能对你瞬间 兴奋一下 可能长时间 你这个过去以后 你这个人就 哐哒 就往下掉一大块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 现在 我知道它那个产品 在大陆已经销不动了 人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就觉得不对了 他都不敢回国了 回不去了 当然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底下销呢 政府也好像没有干涉 没有管 没有发现 这种生化制品 这种生化制品 这种所谓的健康食品 回过来说我们前面那个论点 它说是对你好 你就把它吃了 如果卖给你要这个人 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他希望让你这个民族变成亚健康 可不可以使用这种手段呢 比方说在四十年代 鸦片进入了中国 那个时候让你抽大烟吸鸦片 目的是什么 让你这个民族就变成了堕落了 你振作不起来了 你上了它那个瘾 中了它那个毒 你一天不吸 你就难受 当你吸完了 你就挺痛快 可是那样 你整个这个民族 将失去了一个正常的战斗力了 你就变成它的一个奴才了 鸦片在他手里 你没有 你要想抽的话呢 你就只能找他要 找他要 拿钱来买 他把你这个民族整个打垮了 把你的钱炸干净了 最后他占领了你这块土地了 你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这个当年就是鸦片战争 我们有一个在历史上 我读过一个鸦片战争 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原理 经过了旋转之后 到了今天 依然存在 我们说 当年鸦片战争 那个鸦片 虽然在某些国家 不让进了 把它视为犯罪了 可是这个东西 在当今这个世界 有没有呢 依然有啊 台湾前不久 我看了一个小新闻 这是 大麻要合法化 这个呢 在有些西方国家 早就已经合法化了 什么是大麻 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 对吗 你吸完了之后 人就处在另外一种状态了 这种东西 是不是当年我们所说的 鸦片战争的那个鸦片 类似吧 同一个道理 他说大麻无害 臭吧 但是呢很贵 你要花钱 你抽完了以后 人就恍惚了 就舒服了 就忘了一切了 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合法化呢 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可以把它拉高 所谓拉高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类 在过去 没有这么多药品的年代 也没有那么多疾病 当这些药品出现了 疾病也出现了 疾病也出现了 而现在呢 新的东西出来了 就是这个生物化学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模糊 很不清楚的一个领域 到底是对我们人类是好 还是不好 从好的方面来说 他能克隆人 克隆那些聪明的人 从不好的来说 他既然能克隆一个聪明的 他就能克隆一万个傻子 让你生下来就是傻子 能不能做到呢 一定能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不能展开了 再展开的话 就变成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 不对 这里边有问题 这里边有幕后的幕后的幕后 因为这个世界 他被什么人掌控了 这个很关键 如果想掌控世界这些人 是一帮不诚实的人 科学技术一旦到了他们的手里边 人类是一场灾难 这场灾难 或许我们这代人看不见 但是有一天它可能会发生 而那场灾难真正在来的时候 少数人活着 多数人将被毁灭 这种可能性 很有可能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会发生 这个趋势我们看出来了 他们精英 他们要控制你 他们精英 他们要掠夺财富 他希望财富都归他 他们要垄断 而他们垄断了科学技术 媒体政治 最后目的是什么 为他们个人服务 这点是很可怕的 但是现在呢 没有反抗能力了 因为已经很明显的这个结构 已经逐渐在打起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可以利用媒体 经济 生物 科学 控制所有的人类 以达到他们想做的事情 他们想做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只能猜测 如果人类的聪明 才智 博学 能够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发展 当然是好事情了 如果这些科学技术 用在相反的方面 人类在未来很可能 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 不是天灾人活 这场灾难就是人为的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